字幕志愿者 林真宇一远 老共围台新模式 之前是飞机 东南西北都来了 现在三个大陆海警船 三个 而且盾位都很重的 将近4千 3千七八百盾 在东部外海 一度还冲入24海底 被我们驱离 三千四百五十吨 另外 直接驶入 所以我们的临街海运 国防部赶快紧急派 三千七十五吨的 宁阳号飞弹巡防舰 去应应 当时有人说 我们海巡署都没有人去应应 海巡署说 我们有 我们有派遣台日海域的这个南投舰去 本来在台日海域 赶南投舰赶快去池源 而且我们用广播叫他离开 那道路三艘海警船陆续死离 所以说他们没有介入 是错的 我没有去 等等 陆续我们广播你赶快走 他是立刻走 还是那边晃啊晃啊晃啊搞半天 然后一个走然后一个走 还是按照他本来的计划走 我们也不知道 那另外这个李强 大陆总理的李强 以前的总理叫李克强 现在总理叫李强 因为他们现在开两会 人大跟政协 他对台湾反正一样 他基本上是用习近平的调子 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跟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这边看到有和平发展 另外坚定不移的推进 组过的统一大业 基本上这个讲的调子 跟习近平很像 那另外他也说 这个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 现在甚至还讲要心灵气和 不只是这个经济文化 心灵要气和 好 这点要大家注意 老共要推进军事斗争 今年军费就增长7.2% 他的军费就核心台币7.3兆 我们整个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两兆多 对 对不对 两兆多 他军费就是你的三倍 中央政府总预算 全部经济部 教育部 什么文化全部加起来 它是你的三倍 光军费 我们今年加特别预算是6000亿 军费 我们国防预算 国防预算 我讲的是全部总预算 所以你看他的军费 国防预算就是7兆320亿 那我们刚刚讲 我们是差不多6000亿 12倍 12倍 他的军费是什么 以前是我们的17倍 现在我们是12倍 还是多很多 另外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李强公布今年GDP成长目标5% 当然5%跟以前比是少很多 但是因为他量体很大 5%还是不小了 而且有他们发言人说 从现在开始取消总理记者会了 30多年来 第一次记者会 总理没有记者会 以后也没有 那为什么 一个是他不要干 一个是叫他不要开 那过去只有两次没召开 一个1992年邓小平那个时候 一是2024年 邓小平的时候 因为政策未定要去南巡 什么到底要怎么改革开放 未定 那基本上 这个从李鹏开始 91年李鹏开始 那另外朱镕熙当时有讲 我准备好棺材当总理 准备好棺材 干嘛就是拼了老命 要把总理当好 文家宝说仰望星空的温情 就当时因为文革刚结束 然后李克强那时候当总理说 大陆不错 平均GDP有3万人民币 但是还有6亿的人月入 只有1000元人民币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经济很好 有6亿人月入只有1000元 大家觉得他怎么实情讲出来 当时也颇受好评 我们看一下李强怎么说 大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上午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陆总理李强首度发表 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翻律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涉台议题李强重申九二共识 和平发展统一关键词 而会中同样备受国际关注的 还有公布GDP增长目标 提到国防李强说到 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外交政策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李强工作报告一小时内就结束 节奏明快 但这次两会碰上 惊吓水域冲突延烧 提及相关问题解放军人大代表 态度谨慎低调 李强第一份总理工作报告 两岸论述只有一百多格字 而且没有公布军费 那今天的GDP目标是跟去年一样 是最保守最低的经济数字 如果他提到是说要习惯过紧日子 来 这个郑亮兄怎么看 其实他去年就是5.2 今年5已经很不错了 今年国际货币基金估全球经济成长是3.1 那美国也比去年要差 欧洲可能是接近零 是 所以5已经很不错了 大概只有印度比较好 印度还是六点多 那我认为他今年没有开记者会 是因为事实上你看华尔街日报 金融时报蓬勃 不断的在看空中国 那外媒肯定要问一些非常尖锐敏感 而且用具体数据的问题 那我认为他不要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李强讲了就没有回旋空间 如果是大会那个新闻发言人 像刘洁一那个回答还比较无所谓 李强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 因为现在美国真的跟中国大陆 有点尔虞我诈 而且香港 中国大陆因为今年国安法 要通过23条 所以他普遍认为 美国跟英国会去打击香港 所以我认为是故意避开 就是认为今年 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发动金融战 所以他不要给美国 或者说有敌意的外媒 得到太多讯息 然后他未来的政策 也可以比较灵活 就是让你不知道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美国 最近叶伦去了两次中国 我认为也是在摸底 就是不知道他要干嘛 互相在摸底 那美国到底哪一个月要降息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双方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我觉得 有点在博弈 我的意思是这样 人大记者会他的发言人说 美国大选中方不持立场 我觉得GDP恢复到5.2了 不但是不错 而且是很好 你看 我跟你讲 所有的国家 尤其是新兴国家 由非常衰弱 然后爬起来的 经过第一波的大新大旺 然后衰退 回来 能够回到5.0 都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船 比如说李强取消 这个记者会 还有军费的问题 总结来讲 我就放心了 台海无战事 终于被我讲对了 你知道吗 每次结论都到这 你知道 你的论点 你在你的直播中 我一看不得了 你都跟我讲相反 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对決 没有 我也没有说两个 你每天都说一定无战事 不是 我告诉你 老公的船来 数目比我们多 动物比我们强 然后我们并行这样寻一寻 如果我们没有因应 他没有面子 如果我们不因应 不但他没有办法交代 我们的人民也不放 也不原谅你 所以就要各自演一场戏 即使是什么 两方有默契 我们再重新划一条线 他们两个并排走的路 不是一条线吗 当然是一条线 李强说取消记者召召会 一定是习近平叫他 不要 不要 或者是他自己很客气的说 是不是再下以后可以不开 那你说 good ok 算你懂 所以这种开不开的大事 你没有习近平同意 你敢不开吗 你敢一直开吗 都是要去 这个讨论出来的 这个是习近平 不过下面真的有人不知道 这个习近平要点头的 还有军费 你说他几兆几兆 我们多少 我们台湾要习惯 不如跟我们这个邻居比军费 我们怎么比 而且他那个军费 也不是完全为了要打台湾 最近的讯息 都是针对美国 我跟你讲 最近的讯息 你看王富宁 这个政协的同志 还有北京大学 有一个支台专家 他们的讲法都跟我一样 那一天我跟王介正在这里 这个什么介正 王介正 對 王介正擦身而过 大佬你对老公的看法 跟大陆那边的专家完全一样 跟斐藏和 不是 這個叫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不然你要看出他心裡在想什麼 他现在经济不好 所以他的次序 第一 经济要站得住 經济要回來 你看他还要發好多人民币 去抢市 去救市 對 這第二天經濟不能死 第二天參老美的比賽 這個差距 我看到你的車尾燈 你這個車的燈不能給我跑掉 這個比收服台灣更重要 台灣已經排到這幾個的後面去 所以我在想老公想什麼的時候 我就參考康熙帝國 當年的康熙皇帝 康熙還是要做出姿態 要拿台灣 也是想了好久 要看天氣 要看風向 要看那邊有沒有叛將 看了一大堆 因為能收回來 當然是我此生最大的光榮 說不回來 又誰追究 對不對 康熙大帝 就是康熙大帝 我們今天的是習大帝 基本上我都同意 就是說其實我早就講 你台灣問題在老共的 標準項目 本來不是那麼前面 你自己不要把它 押忍到前面去 如果你自己押忍到前面去 你自己太笨 本來人家根本沒有 要解決你的問題 你自己把它拱到變成 大家非要解決你的問題不可 好 那麼媒體是說 這個兩會現在開會 跟台灣的議題內冷外熱 根本沒有討論台灣的議題 根本就覺得台灣根本不重要 他問題一大堆 自己問題要解決 只是外面很熱 大家討論外面 一邊熱 我們熱 他不太熱 還外國 不是我們 國際什麼都很熱 他內部其實是冷的 是不熱的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你發現昨天找管碧琳去報告 內政委員會 被懷疑管碧琳拿原住民聲簽 來換他那個報告改名 他們就堅持說這不是碰撞 那到底有沒有影像 海訓署 署長昨天在立法院說 我怎麼可能沒有影像 有啦 那早就怎麼說沒有 不是V8又拍不穩 密錄器沒有帶 那怎麼沒有影像 今天說了 我講的影像 不是那個錄影的影像 是這個雷達軌跡的影像 雷達軌跡 其實很早也有人講說 雷達總有軌跡 那至少拿出來 大家看看軌跡也知道 那時候也不拿出來 雷達說有 那去哪裡 是檢察官那裡 檢察官在那邊 那你不告訴大家 不行 偵查不公開 我覺得昨天好幾個法學教授 都跟我講 你們誤解了偵查不公開的意思 偵查不公開是 不管怎麼樣 是為了防止當事人篡證 我公開了我篡證 你現在誰跟誰篡證 那四咖 我們自己那是海訓署 那四個人他們早 早就已經講好說辭了 也擔心他怎麼篡證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海巡署也好 你還會對台灣內部 對兩岸 對國際的說明是最重要 怎麼推給檢察官 怎麼推給檢察官去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檢察官什麼時候公佈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該 我一再強調 行政調查是行政調查 司法調查是司法調查 你行政調查該怎麼樣 你還是要走 你不能說因為司法調查 你行政就是通通不講了 那你到底調查了沒有 是真的還是假的 誰也不知道 因為他在查我不管 圖像也不給你看 通話紀錄也不給你看 什麼都不給你看 通通不告訴你 然後昨天在立法院也是說 已經交給檢調了 只有左旋 道路 左旋有明顯撞幾點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撞他一點 你就翻了 你要撞幾點才翻 你現在就是撞他100點 撞100點 如果949點沒撞翻 那一點撞翻 就是那一點撞翻了 就不懂這意思嗎 譬如說我現在要把這個折斷 我折100下 可能到10一下斷了 那10一下就是斷的 那這個船又不一樣 船 他撞了以後 船翻 船為什麼會翻 一定這個力量大到 比船的重心 克服了船的重心 所以翻了 所以這個跟你幾點沒有關係 他認為說 一點就表示不是把它撞翻了 那幾點才撞翻 有一次船長殺的那一刀 致命的那一刀 那這點雖然一點 就可能是翻船的重點 好吧 反正有時候 我常常跟這些人 我覺得這些人在講什麼 搞不清楚 然後有沒有影像 今天他們在問行政院長 說檢察官會明察 現在到底有沒有 你們現在是兩岸在談 談了15次 16次 17 18次 有影像就拿出來 所以因為在檢察官那邊 我就不拿出來 如果一拿出來 如果說的確錯不在我們 道路有沒有話講 在這裡 你通通不拿出來 那你在搞什麼 對不對 要不然就跟道路講 我們現在不談判 你們都回去 等到檢察官結案了 拿出來 我們再來談好了 現在不用談 否則你現在談什麼 好 那麼另外 吳思雄立委說 他們立法要成立一個 監門翻船調業小組 說這是違憲的 黃國昌說 畫面到幾點了 學法律的 對不對 大法官4次729號解釋 吳思雄說立法院 不可以向檢察官吊卷 所以這個黃國昌 黃珊恩都認為 他們都學法律 所以哪有這種事情 怎麼樣 為什麼不可以 好 那麼高金蘇美說 問題在海委會 資訊是擠牙膏的 一點點擠 一點點擠 當然高金蘇美不高興說 管閉靈跟他講說 我提拔很多 我們陸巡 海巡署 特別是陸上巡查的 很多都是原住民 我現在會給他們升籤 注意 他如果表現好 你早就該給他升籤 他表現不好 也不因為他是什麼人 就給他升籤 更不可以說 因為你現在 到底法院報告 你就用這個來 到底是怎樣 來跟高金蘇美怎樣 是交換 還是威脅 還是討好 到底是怎樣 我們看一下 這個什麼 這個名稱 你對於談判有沒有影響 當然 當然 潮流市不能接受趙偉告應 速媒把專案報告取名為 金門撞船案 還巡署署長 接下民生要立委 蘇小惠做了求 將來如果說 或者是什麼撞船 那你怎麼能怪我們說 整個船身是FRP的 而且沒有一點的破洞 也沒有大凹洞 那如果是他講呢 我們40節的高速 這樣子垂直撞到它 那它是FRP的 指出大陸船只為躲避 海巡追氣速度 2分鐘內 從0加速到40節 還搬出準備好的圖卡 說對岸的漁船 使用兩個很重的推進器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 雷達的航機跟影像 全部都交給減掉了 高級蘇美痛P 這分明擠牙膏 自己登上質詢台 率先確認這件事 錄音有我們只管的 這一部分的錄音 全程 從你們發現了 這個所謂的三五船隻 一直到落海 你們如何救人 這個所有的錄音過程都有嗎 都有 周密吾也解釋 國內記者會上 沒公佈雷達軌跡圖 是因為檢調不允許 當我們去協商的時候 有沒有提供這個錄音檔給對岸 這個我們不能提供 為什麼不能提供 這個不就是很重要的證據之一嗎 都是要由檢調來決定 講的過程當中 好像過錯都會歸諸於一方 所以我一直說 那個是會一面之詞 而需要檢調去懷怨 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把愛情說出去 把所有的過錯都歸於一方的時候 其實這整個過程 雙方的誠信跟雙方的尊重 也是會比較有所欠缺 只擔心互信不夠的不止兩岸 還有朝野 那位 現在昨天 一大早6點5就去了 6點0 6點0積分你們都去了 6點0積分 4上午6點就到了 他財委會先簽到 然後就跑去那裡 跟他們合照一下 內政委員會國民黨 今天有惡努力 六個全年到齊 因為黨團有規定了 六個要到 通通到了 我覺得很有戰鬥意識 然後呢這裡面這個 管閉臨犯了幾個錯誤 大錯 第一個 他怎麼可以拿原住民的官位 等於類似來賄賂 這是賭子 來賄賂說 來跟高金講說 你就名字不要這樣寫 不用撞 撞牆 船 要撞船 不要用這個 用什麼呢 他用什麼你知道嗎 沒有抬頭 他就說 內政委員會 第幾次會議專案報告 這樣呢 陸委會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 主委叫來 管閉臨叫來 然後邱大山叫來說 你們這樣欺負高金 裡面國防部 國防部就按照 趙偉 比較老實 按照趙偉 想去撞轉點兩點 裡面插中了什麼 要發覺真相的一個報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第一個 他犯得最大處 後來當然 邱大山也向管閉臨道歉 然後這個 高金 向高金道歉 管閉臨 也向高金道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裡面來講的話 這個管閉臨 質態還是非常的高 碰到國民黨立委 在質詢的時候 他不管你講什麼 他就keep talking 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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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時間 我說 主席 你要把他阻止 我要問東西 他就一直講 一直講 其他的立委也是一樣 前面是羅志強 羅志強跟他講 罵他什麼的 他就不要理他 一直講 一直講 就這樣 這也是一招 我說你能嚇他 你閉嘴 然後我就告訴主席 叫他聽 我要講話 我要講話 然後我就追一個東西 現在請問各位 請問各位 你開車的時候 如果旁邊有一個人 他手剛好 噴到你的車子 他是碰撞還是插撞 還是怎麼樣 要被負責任 要被負責任 要負責任 我做過這樣的選民服務 他說我車子開得好好的 一個人手碰過來 鬧中 這裡面馬上就去告 他說你這個車子碰撞 車跟人就是碰撞 同樣道理 同樣道理 你現在船 跟他大船對小船 那就是撞啊 怎麼不是撞呢 兩個船差不多了 現在兩個船差不多 插撞跟撞船 其實是接近 他現在用這個署長 基本上是很老實講的 但是他是把說 這兩個不一樣 我是不同意 第三個 我相信全國人民 沒有人相信 說沒有密入器 昨天管佩林公開說 他說沒有密入器 只有但是有攝影 所以有露營袋 這些露營袋 叫給檢察官 你要查那個東西來 你在想 各位可以想一下 那個畫面 調查局每次忌讀的時候 這個走私啊 犯毒啊 為什麼他的畫面 都這麼清楚 每個司法任務 都有密入器 照得清清楚楚 很清楚來看得到 所以昨天你在看 昨天整體來講的話 就管佩林 就是在這裡耍無賴 他以為他當立委 在那裡還是當立委 這是非常糟糕的 不過之前的訊息 就是說他那個V8也沒拍 他說他那個放在倉房裡面 四個人 有人開船 有人要去警告 有人要登船 所以因為一晃 就來不及把那個V8拿出來拍 之前是這樣跟我們講的 不是這樣嗎 所以今天早上聯合報 顯得頭版頭的非常驚訝 因為那個到下午 蘇喬會質詢 觀眾朋友剛剛我們戰情室的 那個新聞的畫面 已經給你原因重現了 周明我怎麼講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 航機雷達跟影像 對 所以航機雷達跟影像 那我想說有影像 事情大條 你們從頭到頭說話 今天又說影像是雷達的影像 他說是航機雷達的影像 剛剛還尋屬特別發新聞稿 澄清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 那可能大家理解錯 或是你說法不精確 因為什麼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 航機雷達的影像 OK 跟影像 對 我覺得他們那個標點 標點放過亂標一通 所以才會造成你誤會 我也想說你有影像 我就不能找拿出來 因為他們最被罵的 就是沒有影像 所以他現在想了半天說 我們有影像 就這樣子 影像非常重要 我們也講過很多次 不管是廣大新28號 或是日本的保安廳的那個船 聯合號 都是靠著船上的影像之後 去判定到底誰是誰非 我們海巡署也可以透過那個影像 證明我們沒有錯 是他自己任何狀況之下 他不慎翻覆 很遺憾 可以賠償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道歉 因為我們執法 這也是影像 不但是證明我們自己的清白 也可以對不對 在談論當中可以距上風距離 可是沒有影像 怎麼突然來個影像 來上聯合報頭半頭 觀眾朋友剛剛第一段 我們在講的事情 是因為被媒體報導了 二月二十七 今天已經幾號了 三月五號 兩岸都已經這麼緊張了 為什麼三艘的海警船從花蓮 康哥 你知道他是從花蓮 二月二十七的下午三四點 發現他從花蓮 那我們現在知道 上次跟大家講十二海里是限制海域 二十四海里叫做這個禁止海域 二十四海里叫限制海域 他就在二十五到二十六中間 差一點點 他一路從花蓮往北這樣開 三艘的海警船是三千四百噸 我們一開始說有 我們派南投艦對不對 南投艦是目前屬於海軍署 他不是軍艦 南投艦才七百噸 你一艘七百噸的跟著三艘三千四的 你說一路上我壓制他的 我壓制他 你怎麼壓制 所以到了已經到了彭嘉宇 基隆外海的地方再派一艘這個 就是這個寧陽艦三千噸 也跟他一樣而已 一艘三千 一艘七百對三艘三千 我剛剛去看一下大陸的海警船 比這個三千四百噸還要大的 還有二十幾艘 有到一萬兩千噸的 那他今天就沿著你二十五二十六 這樣走你怎麼辦 今天不是媒體報導出來澄清說 有有我們有動作 我們就半航嘛 那你也不講 那以後就是整個我們臺灣的這個 海域的臨界區 不管是金門水域 或者是臺灣周邊 他就給你每天印象子來 我們現在是說我們的那個 飛行員對不對 很緊張海峽中間一過去 我們就要半飛半飛 現在我們的這個海巡跟軍艦也一樣 這就是這次事件帶來的影響 所以這件事情要好好處理 那你沒有影響 你就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 他現在說有一次不拿出來 他現在就說沒有了 他現在就說康哥你誤會 他現在一直說V8從頭到尾都沒有 然後後來有一艘艇來支援的時候 那艘艇靠近的時候就有畫面 可是那都已經翻覆了 人都已經死了 那個是後續的影像 當下追逐跟翻覆的 那一艘CP艇上面的V8沒有開 假定他說他是有雷達的影像 對不對 那是什麼個影像 雷達影像可以證明說 我們並沒有加速 而他有加速 雷達影像可以在那個時間內證明說 他的那個航線圖的時候 那拿出來也好 什麼檢發那你現在這麼嚴重在談判 是給檢發不成好笑嗎 我補充一下 你說 你剛才講到撞擊一點 跟撞擊一百點的差別 我聽起來 我不好意思講 有一點不是很專業 你講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在本節目已經講過 又滿多 講幾次 兩次 果然又滿多 今天報酬上都寫又滿多 然後重點是加了一個 在幾分鐘裡頭 兩分鐘裡頭 從零節到40節 這個節叫NUT 這是航海用的 這個有沒有撞 就算撞了 它大概就它轉了 你這樣去 是擦撞 這個是擦撞 而不是直接這樣撞 所以你開得那麼快 又有風浪 然後又是急轉彎 不翻也翻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的海巡署是最願望的 他很稱之 你看他如果不追得快 他那時候跑掉了 跑掉了還會翻嗎 跑掉就驅離了 對 是 驅離不就好了 所以我們追得快 他跑得慢 所以才翻 你搞清楚 他之所以碰他是 他想要登船 對 他想要登船 想要登到那個船上去 不是 那還是一點 什麼什麼一點跟一百 你那一點把它撞翻 我告訴你 你會翻嗎 不會翻 當然會翻 我告訴你 你是等於是加了一個力量給他 你現在船這樣走對不對 這大衣機械系的 你這樣走 他這邊有一個很重的漁網 很重的漁網 然後馬力又 加一點點力 然後失去平衡就翻了 變成 那點當然造成 否則他怎麼會翻 我剛剛想我跟你講 許曉信的記者會 那個消失的三十五分鐘 海巡署沒有解釋 那是幹嘛 你覺得 怎麼兩分鐘就零節變成四十節 那你不是追人家追了三十五分鐘 他怎麼不講 他一定是有什麼貓膩 所以東西不全部拿出來 否則他拿出來以後 老公也一翻兩瞪眼 你看你的船是違規先過來 然後我們要檢查他跑 對不對 然後你看影像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只是輕輕碰他一下 那個船本身設計有問題 那個漁網太重 可能補了很多漁 補了太重 所以砰就翻了 那怎麼怪我 那就不拿出來 這麼簡單 老公也沒話講 你派你的專家來 你造船專家來 你開船專家來 看看這樣是不是我們的錯 他都不敢講 不過我剛剛講說 後來的船就拍到了 那是誰拍的 那是第二艘 另外的船 另外的船拍他們在救人拍的 休息一下再回來 那我再多喝 要是誰拍的 我跟他說 你要 tren 那是誰拍的 別人 那是誰拍的 都不敢想再也拍完 那是誰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